我之前也是就是去旅游回来 然后让他接我 我都提前跟他说了 然后他去接我 然后结果那都晚上快一点了 然后跟他说接我还没来 我说那你干啥呢 结果跟人家看电影去了 谁看电影 跟一个异性朋友看电影去了 对我就觉得两个男人看电影 这事也不太说得过去 跟一个异性看电影去了 那个朋友吧 不仅跟我认识 然后跟他也是很好的朋友 比我和那个朋友还要好 那就更不能下手了孩子 我没有下手 因为那个朋友刚失恋 挺难受的 然后就买完电影票了 那我去吧 去完之后看完电影了 我先这看完电影 正好能够跟他那个 接他那时间吻合 谁知道他车快呀 反正就迟到了一会儿 车快还赖我了呗 那我都已经提前跟你打好招呼 那你就飞在那个点看去 那你不会看换一个时间吗 我之前给你打电话 我在那等你半个小时了 我问你为啥还没到 支支吾就不说 你这关注点也特奇怪 你的关注点居然不是 他为什么跟一个女性 去看了一场电影 而是说他为什么 在那个点去看电影 其实我真是不想听了 因为我现在满脑子 就只有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 谁能回答我一下 其实他对我这还是挺好的 行我们听听怎么好吧 咱往下听吧 他之前都说我的问题 肯定他也有问题 你还要反诉一下呢 对呀他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 就是有一次吧 他吃饭 当时身上没钱嘛 我现在给他拿一千多块钱 然后他朋友来了 结果可好 直接透支信用卡两千多 去沈阳最好的餐厅吃的饭 你说当时我就说 让你去差不多的饭店就行了 你非得去那么好的干嘛呀 那我不是好久没见了吗 然后我现在为了面子 也是好一点 而且我那个信用卡 又不是还不上了 我又没有你还 你确实没有我还 但是你生活压力增加了 这也不是我想看到的 我自己都还上了 你说这个有啥用啊 别说了 你这花钱地方是这一处吗 你平时喜欢追星 买那明信片 专辑什么的 花了一千多块 你说你值吗 那我从一三年就开始喜欢他 就算是一个精神寄徒 我也没想咋着 也没想干啥的 就是他发个专辑啊 或者说出个什么周边 我就买一下 那你就至于把这东西给我烧了呀 我要不烧的话 你说要是我说我藏起来了 或者是扔了 你肯定还惦记这事 然后之后你还得买 干脆我烧了 你就直接以后就不用买了 那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觉得不过分 以后你要是再买的话 会花更多钱 这我坚决忍受不了 你还喜欢养猫 猫生病了 去最好的宠物医院去治的病 本来就喜欢那个小动物 本身它生病 它就是体质弱 我肯定要找一个新的 找安全的地方去给它治病啊 那我不可能说 我随便路边找一个小广告 我就去了呀 你就是把什么东西都是选贵的 不选对的 这一点我就非常接受不了 那我也没说 我就光给他们花钱 我没给你花钱吧 他上个七七节 我俩第一个七七节 然后给他买了一个一千多 一个T恤刀 那还给我甩脸子呢 完全不用买那么贵的 你就给我买个性价比高的 我也照样能用啊 你给我买那么贵的 说实话 我用着 那不有点 就是浪费了吗 因为你这钱 完全可以给 花在自己身上 我给自己买个套盒 你不也生气吗 说白了 你就是怕我花钱吗 孩子的房间 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 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也就试图了解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